唐大厨今天给您做一道 金汁菇豆皮卷 这金汁菇大家都还特爱吃是吧 所以这种烧制方法很有讲究 那么你看我们把豆皮买回来 切成大概是6公分宽的长条 然后我们把买来的新鲜的金汁菇 给卷进去 这是第一个做法 但是卷这金汁菇不散 有窍门的 您看好了 我们取一枚鸡蛋 然后把鸡蛋给打匀 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这个玉米淀粉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粘合剂 好了你看我们这个粘合剂做好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卷这金汁菇 来你看我们取一张切好的这个豆皮 放到案板上 我把这金汁菇呢 根据我们这个包的大小 我们给它放到这个豆皮上 大家可以看 我们用着根部啊 跟这个豆皮的一面为齐 然后呢卷起来 可以看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留下了 然后呢我们刚才调这个鸡蛋和电粉糊 来我们涂上面一层 来看啊 然后继续把它卷上 就可以了 这样你看 我们这一个金汁菇就粘结好了 然后呢我们再包下一个 我们下面就可以做这个金汁菇啊 豆皮卷 锅内呢还是放入适量的油 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金汁菇 豆皮啊 下锅稍微煎一下啊 然后我给它翻个啊 大家可以看啊 前面煎的啊 有点这个金黄色 大家可以看啊 这样吃出这个菜呢 才会有那种香气啊 好了 大家再看啊 整个的金汁菇啊 这个两面这个豆皮啊 都煎的一种 你看 金黄色 这样之后呢 我们适当的放几个姜片 在锅内啊 锅边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蒜片啊 也要放几个 来 这样会有增香 还有少许的小葱花啊 这样我们晃锅 来发葱姜蒜的香味啊 给大家爆出来 好了 这时候我们放什么呢 记住 这一步很重要 一定先放生抽 然后再烹调酒 少许就可以了啊 然后老抽 老抽是颜色更加红润 少许蚝油 加入开水 来 我们少加一点啊 烧入味就可以了 白糖 白胡椒粉 因为我们这个菜里的啊 加了蚝油啊 加了这个生抽 老抽 所以说我们咸味啊 是肯定够的了 然后把筷子啊 给它继续 稍微的翻一下个儿啊 让它 兜入味啊 烧到这豆皮啊 哎 已经软烂了 汁呢 生浓了 哎 这道菜 咱就做好了 好了 您看非常好吃的啊 这个金汁菇豆皮 咱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唐大叔点个赞 给唐大叔点健康 呀 reveal